好 來看同樣在美國虎年也很應景 這是總統拜登家族出現了白宮的第一貓咪 宣布美國的第一家庭要歡迎一隻名叫 微弱的兩歲虎斑貓來到了白宮 這是第一家庭帶著貓入主 已經是時隔十二年 三次出現第一貓咪是美國的前總統 小布希的女兒的寵物 那這一隻最新的是綠眼睛短毛的虎斑貓 已經在白宮安頓下來 擁有最喜歡的玩具跟零食也有足夠空間 加上拜登在去年也曾經帶進兩隻的德國牧羊犬 在裡頭非常熱鬧